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林高手 我是林玉凱 今天的盤中 美股的電子盤表現不錯 連帶著台股 今天也以上漲215點作收 雖然說差一點點 還沒有重回16000點 可是收在15832點 就這個週末的表現來說 也算是可以接受了 很多人認為說 今天上漲的主因 僅僅是因為跌升反彈 當然跌升反彈 這也會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因為我說過很多次了 台股在快速下跌的過程當中 富乖離家大 所以隨時都有可能出現 反彈回升這樣子的行情 其實我相信 有句老話你一定聽過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所以說台股真的 確實已經是跌無可跌了 在這個地方 你還能期望它跌到哪裡去 可是我們今天 往主因去做探討 今天台股上漲的主要原因 你先知道它在漲什麼 你才知道它後面會怎麼走 主要原因 我大概今天盤中看了 盤中的這些財經新聞台 什麼東森非凡這些 盤中都會有這些分析師做連線 反而沒有人去提到當中 個中最最最最關鍵的原因 今天我來跟你做一個分享 今天台股美股之所以大漲 在於昨天晚上 鮑爾獲得參議院同意 連任聯準會的主席 這個總沒有人告訴你了吧 今天當然早上新聞會探討一下 可是不會有人把它當作是 今天台股上漲的一個原因 不會來這樣做一個連結 講到這個時候 你可能會想說 可是鮑爾不是很陰嗎 尤其是這段時間 他頻頻放冷槍 一直在講說通膨多嚴重 一直講說 這個升息的策略 需要再更激進一點 反而是衝擊美股的表現 一直在扯美股的後腿 這是過去 你對他的一個既定印象 可是各位 因為原本的鮑爾 他是任期已經到了尾聲 而且他又不是民主黨的人 我不用去扛你美股的成敗 所以說再加上年紀也大了 任期也快到了 是不是可以想怎麼幹就怎麼幹 可是現在各位連任了 連任了之後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其實連準會主席的任命 是需要經由總統提名 參議院決定 可是現在民主黨是完全執政 這等於說有絕對的控制權 講直接一點 今天鮑爾可以連任 是我民主黨讓你連任的 今天我拜登先提名你 我民主黨掌控的參議院 讓你過關 你才有辦法連任這個主席的位置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鮑爾是不是也應該感恩戴德 賣個面子 總不能夠過河猜巧 所以你看 當鮑爾在連任之後 他很會做人 很會講話 講了這一席話好不好 再次重申 六月和七月適合升息兩碼 升息三碼 目前不再考慮的狀況之內 市場就愛聽了 他講了這些話 再加上說 重新去上任的這個位置 其實反而會讓市場上 開始有一些正面的想像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只有我們的政府會來做選前的佈局 拜登也很努力 他也非常努力 正在為其中選舉做佈局 大家年底都要大選 所以其實狀況是相同的 政治的力量先來做 盡可能的把盤勢做一個穩定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細部的狀況 昨天台股是大跌389點 台積電又是大跌的 其實我相信你可能在昨天的盤中尾盤 直覺的聯想 一定先猜說外資是大賣超 台股跌300多點 至少先賣300億 這是你昨天的想法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我相信你看到這個數字 應該是驚艷的 外資有沒有賣300億 沒有 遠遠低於你的想像 昨天的外資只有賣超103億 投信真的是這一波不離不棄 連續買超就出現了 買了2億 投信小買2億 自營商 我們要拆成兩個部分來看 就自營商自行的買賣來看 大概小賣了不到20億元 對自營商來講當然算多 可是20億元 其實整體數據來講不算太大 換句話說 其實在昨天這種大跌 將近400點的情況之下 三大法人加起來 才賣120億左右 你想想不對 昨天台股跌了快400點 三大法人才賣120億 其他誰賣的 其他誰賣的 你看這個地方不就清楚了 各位自營商避險叫做什麼 他把散戶的部位丟到市場上 規避風險 把風險轉嫁到市場上 所以自營商避險 我們可以很直接想像 他就是散戶的操作 在這個地方散戶賣的40億 以及融資 融資已經是連5天減肥了 昨天一口氣減了42億 你光是這邊加這邊 已經80幾億了 還有你看不到的 其他看不見的賣出這些籌碼 還有現貨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昨天霹裂啪啦 三大法人才賣了120億 假設說1億等同於1點的話 其他的200多點 其他的200多億 通通是嚇破膽的散戶賣出來的 翔也知道 翔也知道 潛而易見 好不好 我也說過散戶是最好的反指標 昨天剛砍完 今天馬上大漲 是不是真的非常反指標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除了我告訴過你 底底高的股票 都持續有在做表態之外 連帶很多落水狗的股票 其實最近這段時間 都在進行強力反彈 什麼叫落水狗 去年表現很好 可是今年很慘 跌最深的 這種人人喊打的股票 我們就把它稱為落水狗 那有誰是落水狗的代表呢 來 各位 AES算不算 去年好強喔 電動車概念股 一路漲到千金之上的 好不好 2000塊千金了 好不好 現在呢 今年的表現呢 很慘很慘很慘 可是今天直接亮燈漲停板 而且底部 看起來一個小小的WD 好像打出來了 今天AES亮燈漲停板 力旺 有沒有看到 看似底型也都打出來 力旺去年很強嘛 去年下半年超強 今年呢 差強人意 2000多塊跌落神壇嘛 跌到1000塊 腰斬了 那力旺看起來 也沒有在破底囉 他沒有跟隨著台股的破底 繼續往下破 台股昨天是創新低 力旺有沒有創新低 是沒有的喔 創意 所以也是一樣 不要說5月沒有跟著創低的 這一波是直接V轉拉上去的 去年漲最多的代表座之一 金鴻 各位 有沒有看到 沒有創意拉得這麼凶 可是也是一樣 這一波 幾乎在4月底落底之後 就一路往上了 而且各位 你可以看一件事情 雖然他們今年前4個月 表現都很差 差到不能再差 可是當台股5月份 還是在破底的狀況 當昨天台股 還在破底的這種前提之下 這些今年表現最慘的股票 有繼續慘下去嗎 好 我們來教學一下 如果說 連最慘的股票都已經不慘了 那是不是就是一種轉機 我用口語話 舉個例子給你聽 假設今天你去到一個 很貧窮的國家 每個月GDP都富的 人民都吃不搞 吃不飽 都在啃樹皮 就像非洲很多那種 很可憐的國家一樣 人民看似永無翻身之日 可是某一天 當你在這個國家 走上街頭你發現 原本最窮最窮的這群人 他不再啃樹皮了 他有能力去買個肉串 他可以吃到白米飯 可是這時候你看 不對 GDP數字還在下跌 但是 他們的這些舉動 但是你看到的市場現象 已經告訴你 轉機來臨了 轉機來臨了 這就是現在台股的現象 台股的指數還在破底 可是這些今年跌最慘的股票 都在止跌回升 都在往上漲 其實這種現象出來 往往代表轉機已經出現了 加上我不斷提醒你 台股有理由這麼慘嗎 台股沒有條件往上漲嗎 基本面有沒有 基本面怎麼會沒有 有外銷訂單 有出口 有營收 任何實質的條件都有嗎 再來呢 本益比低到不行 創12年新低只剩11倍 只剩11倍 殖利率高到下人 各位這是總體台股的殖利率 超過5個百分點 到底有什麼理由要龍困潛攤 我再次強調 16000點以下的台股 就是龍困潛攤 虎落平陽 你現在去看衰台股的 你覺得台股還會繼續往下崩跌的 不是狗 就是瞎 好不好 你真的要當心 台股隨時會龍飛九天 虎虎生威 我不敢說什麼 它一定會漲到18000點 20000點什麼的 可是至少16000點之下 真的真的太委屈 下半段回來看股票 休息一下 當最慘的股票 一檔一檔都在翻身了 可是更強的 上漲更有延續力道的 始終還會是 那些在台股下跌的過程當中 底底高的股票 那今天有一檔股票 我們要特別講一下 我說過 雖然成熟製成的 晶圓代工 這一個產業 我不是太看好 但是 我必須承認 形態對了 走勢就對了 我看一下利基電 各位 利基電身為 晶圓代工廠當中 唯一一檔 底底高的股票 果然 它就是不負眾望 昨天 台股大跌389點 它創波段新高 今天台股大漲 它惡化不說 繼續創新高 雖然留了上影線 可是中廠 也是上漲了 將近要半根漲停板 各位 你看一下它這個走勢 平台整體區的一個突破 你看它這個走勢 你再對照其他廠商 對照台積電 對照聯電 對照世界先進 看完了 再轉回來看 截然不同吧 好不好 平平是晶圓代工 怎麼差這麼多 仿佛一個在天堂 三個在地獄 可是 我還是那句老話 形態對了 走勢就對了 同時你可以看到 今天還有幾檔 表現很搶眼的股票 比如說 林陽 今天也是 漲了將近要半根停板 它是不是也屬於底底高 所謂底底高 最低點在三月 四月二十七號 或者以前 創下次低點 接著就往上了 好不好 五月的沙盤 它就沒有再跌了 這種就稱為 底底高的一個格局 它不見得 一直往上創新高 這種都有在做防守的 都有在做防守的 就符合底底高的概念 或者我們來看一下 來 各位 金像電 是不是也是底底高的股票 金像電是符合底底高 三月 四月底 然後這邊底部越墊越高 今天也上漲四個百分點 加折不得了了吧 今天直接亮燈漲停 是不是也底底高 三月的 四月底的 四月底連四月的 出的低點都沒有破 五月沒有破底 今天直接就拉一根漲停上去 形態對了 態度就對了 漲勢就對了 之前有幾檔 也是跟你公開分享過的 同樣是電動車概念 各位352的同志 今天也漲了半根 而且你看到今天漲半根 是流上影線 如果今天沒有流上影線 差不多是漲整根 好不好 352同志 同樣符合底底高的概念 這個公開分享過的 四月底在這個地方 五月沒有破往上拉 今天漲5.2個百分點 還有也是分享連續好幾天的 提威西 今天拉一根長長的上影線 拉回 好不好 是拉回上漲1.7% 稍微有一點點的差強人力 可是他今天有創新高 底底高之後 創新高就是創新高 他股票的特性 他不會給你漲停 可是他就是 緩步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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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很乾脆 他不會漲停 可是他就是慢慢的漲不停 包含之前也是公開分享過的 已經拿到藥證的 藥滑藥 是不是也是底底高 各位 藥滑藥不是底底高嗎 三月低點 四月低點 就一路往上攀高了 五月的下跌 對他有影響嗎 絲毫沒有影響 那我說過 如果形態正確 有底氣 更是無敵 好不好 什麼叫有底氣 要嘛有利多提才可以發酵 要嘛財報很好看 那藥滑藥呢 大概是屬於兩者兼具的 今年這個藥證發酵之下 我相信300多塊的股價 都算便宜 好不好 都還算便宜 來 可成 今天也是上漲的 上漲1.3個百分點 而且如果我們把它放大來看的話 昨天收平盤 今天是小小的 有一點跳空向上 收了一個T字型的一個K線 就像我前兩天分析的一樣 說果然嘛 可成是完全見證我們當初的一個推論 那我知道你接下來會想要問什麼 你會想說可成這麼強 為什麼為什麼紅塑這麼弱 因為紅塑昨天續跌 今天也是跌的 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如果現在你手中是有紅塑的 你想要反敗為勝 或者你認為紅塑在大跌之後 也跟可成一樣 或者比可成更over 創的是暴利的 各位 你一定要來找我的確 暴利就在當中 因為我已經掌握到紅塑第二季 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面消息 以及大股東打算要加碼的關鍵價位 你來找我 我帶著你跟大股東一起加碼 你的成本如果跟大股東一樣 你覺得你會賠錢嗎 好不好 昨天有網友問我說 那航空雙雄怎麼看 好 因為航空雙雄 我們把它拉長來看的話 是不是也是底底高 我們這一根不看 航空空選是底底高 華航 長榮航都是底底高的格局 也是底底高 為什麼昨天這麼慘 為什麼跌停板 這問題問得好 底底高是一個通則 是一個選股的大方向 你照著這個方向去選股 大概八成九成 你可以選到持續向上表態的股票 可是我不是說 你只要選到一檔底底高 你百分百穩漲 市場上有 假設50檔底底高 50檔全部都會漲 沒有這種事情 股票本來就會受到 很多因素去做干擾 財務面 籌碼面 消息面 尤其是航空股 尤其觀光股 尤其快篩族群 都屬於和疫情相關 非常容易受到 新聞消息影響的股票 你自己就要知道說 這種股票它就有這個特性 不是說你今天挑了一檔底底高 自己認為跑棒棒 壓身加全部重壓買進 所以為什麼我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我需要特別特別去點名航空雙雄 因為底底高 坦白講它是一個單就技術面形態 去做篩選的通則 可是如果我們再去過濾它的籌碼 再去檢視它的動能 就可以再去做更進一步的判斷 進而增加我們的勝率 好 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我跟大家做過分享 古天樂怎麼看 從籌碼面 從動能面怎麼看 各位 華航雖然在這個地方 出現了一個技術面向上的轉折 可是同一時間 它的籌碼 它的動能 全部都是空方的 長榮航也是一樣 長榮航也是一樣 甚至它的動能線從頭到尾 都沒有翻多的痕跡 都沒有翻多的痕跡 所以即便它具備底底高的形態 也曾經出現技術面的多方訊號 可是你只要透過古天樂一看 你會覺得怪怪的 買了也不踏實 就算你真的真的 你看到這邊技術面 你就high了 你就給它買下去 當AI發現狀況不對 有沒有看到 一個賣訊 一個賣訊 它還是會提醒你 趕快走人 甚至在這個地方 反手放空 這個地方 雙箭頭就是反手放空 所以就算你從這裡到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你有小賠一點點 你在這邊放空 連本代替賺回來 這邊放空 連本代替賺回來了 不是嗎 所以人腦判斷就是這個樣子 你可能在這邊 遇到出場訊號 你會猶豫一下 昨天看到跌停 你就慌了 可是AI不會 AI電腦是不會的 該怎樣就怎樣 多就是多 空就是空 賣就賣 賺就賺 帥氣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今天盤中 我們還有一位粉絲很可愛 他語帶挑釁的問我 他問我說 有一檔股票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高端疫苗今天亮燈漲停板 昨天破底今天漲停 你的股天樂那麼厲害 有沒有知道它今天會漲停 如果說這種問題 你是去詢問市場上那些老派分析師 或者說是比較無良心的分析師 他可能就會跟你講說 有啊 昨天當然有買訊 接著馬上開啟小畫家 這邊修修改改 這邊給你加個三角形 加個買進訊號下去 昨天有買訊 圖片傳給你 真的有喔 今天這根漲停板 讓我賺到喔 接著怎麼樣 你就付錢了 軟體就買回去了 不是嗎 各位鄭重澄清 我小弟在下本人 我不會幹這種事情 我也不屑幹這種事情 我講過 我節目上任何一個軟體畫面 任何的訊號 任何的動能線指標 任何的東西 如果有篡改 隱匿造假 截圖給我 全額退廢 全額退廢之外 再送你一張台積電股票 台積電現在沒有很貴 一張也值50多萬 好不好 或者說直接退廢退三倍 也行啦 因為不可能 不可能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隱匿篡改造假 沒有意義 我不做這樣的事情 來各位 直接看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長什麼樣子 長這個樣子 昨天古天樂 有沒有出現賣訊 買訊 的確沒有 來 給你看放大 沒有 沒買就是沒買 所以今天這支漲停板 它是賺不到的 賺不到 可是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我認為這樣是對的 股票市場 請你告訴我 趨勢重不重要 趨勢重不重要 那我再請教你 如果高端疫苗 這種走勢 他隨隨便便 找一個地方叫你進場 找一個地方叫你進場 不就是傳統 我們講的 接刀子嗎 天象掉下來的刀子 可以接嗎 空投趨勢的股票 這你不會看嗎 你不會看 看這裡嗎 看這裡嗎 這空投趨勢股票 很明確吧 空投趨勢的股票 各位 古天樂他不會買 他只會空 要嘛請你不要碰 要嘛直接給你空下去 好不好 我就當你說 好 昨天你很猛 運氣非常好 老天眷顧你 直接就給你買進高端疫苗 今天現賺漲停板 了不起賺多少 了不起你就賺10% 沒錯吧 昨天買今天 你了不起最多 最多也就是賺10% 可是不好意思 古天樂在哪裡空 4月27號 三線一星強力空訓 這個趨勢 籌碼動能同步翻空 從4月27號空下來 4月27號256.5元 一路空下來 不好意思 這一波至少賺兩成以上 至少兩支跌停板以上 沒有比較厲害嗎 你真的是 好不好 你真的這麼厲害 真的意高人膽大 真的是天之交子 天運圈都在你這邊 你買到昨天最低點最低點 了不起今天就是給你賺10% 你只要聽話照做 聽古天樂的 你空在這個地方 至少20幾% 沒有比較厲害嗎 最後昨天我說過 在台股大跌之際 昨天大跌389點之際 我們的古天樂 AI操盤軟體 仍然幫我們偵測出一檔 剛剛出現 三線一星強力買訓的股票 什麼叫三線一星 技術面轉強 籌碼面 動能面全部轉強 投馬進駐了 動能也慢慢去做增溫 這種股票往往後世不容小覷 在昨天台股大跌的過程當中 它仍然出現了一檔 三線一星強力買訓的股票 在今天 它雖然表現不是說頂好 可是仍然是有創新高的 雖然說創高之後 有做一個拉回 可是這表示一件事情 今天的買點 還比昨天更漂亮 如果說你是我們的會員 你是我們的用戶 想知道是哪一檔 我都歡迎你 你透過LINE私底下來詢問我 另外如果你是對於 AI軟體感興趣的朋友 好不好 你可以先加到我的LINE 來 各位 小小鼠Win16888 atWin16888 這個LINE可以和我本人 以及我們的研究團隊 做一對一的線上互動 任何的線上諮詢 都可以在這邊進行 Telegram Win88888 我也歡迎你加 YouTube頻道林玉凱分析師 也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或者你興致比較急一點 直接透過等一下的廣告專線 撥打電話進來 好 那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LINE跟Telegram 你一定要加 因為在這個禮拜 這個週休日 我會有一些 軟體相關的資訊 要跟你分享 軟體相關資訊 不是說什麼教學 不是什麼一些有的沒的 好不好 我要跟你分享的 絕對是好康好東西 當中會有一些選股 或者一些 實際操作面的資訊 可能會有 會有今天 台股大漲的過程當中 他選了哪些股票出來 或者說哪些股票 已經出現了買訊 哪些股票已經出現了賣訊 一些非常直接 非常實際操作面的資訊 對你的未來獲利 絕對有幫助 所以LINE Telegram 趕快把它加起來 我們下週見了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共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提供